站住 你们这些男人 都是些良心蛊废的家伙 花君 怎么了 夫人 丽华 丽华 我来看你 我对不起你 你不用解释什么 不 我答应过你 也答应过蛇谷点 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丽华 你能原谅我吗 愿你为长安一别 就是有病 能再见到你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听到你的琴声 就知道你心里 有多苦啊 不 我知道 从你离开长安的那天起 我就知道 你不再只是我的文书 不再只属于我 不 丽华 我只是你的 我只是你的 你做得对 丽华 我 刘秀无能 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没有人 能代替你 永远没有 刘秀 刘秀受庚史皇帝所遣 直结镇府河北 但广阳王刘杰 赵谬王刘林 姿意妄行不服皇威 遇加害于刘秀 姓有 真定王 十大义 明大离 将真定十万铁骑为我所用 为大汉设计 刘秀决定 出兵征讨 广阳王 赵谬王 你等 可有异议 西天武信侯吩咐 好 邓宇邓臣听令 在 你二人率两万兵马 出东门迎战留接部 直许胜 不许拜 遵命 遵命 刘侄听令 在 你率两万人马 出南门迎战留林部 切断他与留接部的联络 遵命 臣鹏刘凤听令 在 命你二人率五万人马 直击邯郸 三日之内拿下此程 不得有误 遵命 其他人等随我和真定王一起坐镇真定 随时准备出击 来 王兄 王兄 晚岁 什么事啊 出大事了 刘秀已经攻到邯郸城下了 快 调集队伍给谁打 给谁打啊 大司徒 赤梅军现在打到什么地方了 臣刚刚得报 赤梅军已经过了渭水 这可如何是好啊 钟爱卿 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钟爱卿 你们谁能腿了赤梅 我封他为安国公 赤梅军 朕封他为护国侯 赏帝千请 奴婢三千 你们倒是说话呀 报 岂作万岁 何北广阳王赵梅王不服圣谕 贾力成帝之子刘子渝为帝 反了 反了 都反了 五姓侯刘秀 已联合真定王刘阳率兵争讨 大胆 你敢来骗万岁 刘秀早就死了 来人哪 给我拉下去 赶了 万岁 这奏折确实是五姓侯亲笔所写啊 是刘秀的字 他没死啊 万岁 这一定是假的 刘秀已经死了 是你想他死吧 来呀 快下一道旨 让吴信侯还朝 朕有了刘秀 朕就不怕翻冲了 大司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刘秀还活着 他娘子 这个刘杰居然敢骗我 我早晚要他好看 要是刘秀还朝了 怎么可就麻烦了 刘璇找刘秀还朝 不是为了对付樊崇 而是为了对付你我呀 这个昏君 又来完成那一套 那咱们怎么办 刘璇啊刘璇 你是在逼我 王将军 你马上派人去给樊崇送个信 如果樊崇接受我的条件 我可以打开长安城门 迎他入城 什么 刘璇是个混军 那个刘盆子又是个毛孩子 如果让他们两个当皇帝都比刘秀强 要是这副摊子让刘秀拿到 那你我这些年的功夫就都白费了 大司徒 那刘璇怎么办 刘璇是咱们的护身符 咱们只有把他抓在手里 你以我的命才能保得住啊 万岁啊 又怎么了 一脸的不高兴 是不是哪个笨家伙又气着万岁了 赤梅君都打过胃水了 我高兴得起来吗 那有什么呀 刘秀不是没死吗 万岁再把他招回来 万岁啊 我呀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没工夫听 你得听 这可是关系到祖宗涉及的大事 那你就快说 万岁 我有了 你有什么了 儿子 御医刚刚说过的 这回一定是个儿子 万岁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这太子的封号 是不是该给他呀 这太早了吧 还早 都三个月了 这一眨眼的功夫 三个月 你叔叔 这儿子是个儿子 要是长得不像我这个模样 不像他娘那么笨 朕就封他为太子 谢万岁 你说什么 万岁 刘先怎么说 他要封我为萧王 命我即刻还朝抵挡赤梅 那你怎么想 我替他挡住樊崇 又能怎样 当初我和我大哥起兵繁忙 凭的是一腔热血 为的是祖宗社稷 可到头来又怎样呢 他不但任凭礼毅害死我大哥 还要害死我 我要不是一人再人 恐怕早已暴食荒野 文叔 大汉自高祖创立以来 已经两百多年了 魏阳公如一潭死水 虽然经历了蟒贼之变 但还是无动于衷 这才是 病入脊髓 无药可救了 国无民主才会纷乱四起 这是天意啊 也是民意 谁可在周 也可覆周 当朝者若只是为争权夺利 必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你是说那就无法挽回了 大乱 大治 何时治 等平定了河北再说 武亲侯 武亲侯 贾先生 赢了 城外的叛军投降了 那韩带的情况如何 咱们正在邯郸城下激战 我看过不了明天 那邯郸就是咱们的了 好啊 好 藏公 传我的令 邓臣邓宇点击人马 与我一同奔赴邯郸 去 好 武亲侯 何时能拿下邯郸 武亲侯请稍候 邯郸这就拿下来 人生们 赶我出 只要拿下邯郸 河北就算平定了 贾先生 这宫城人中大多是河北义士 你替我记下 等拿下邯郸 应该重上 用力 河北有没有信来 七宗万岁 还没有消息 还没有消息 你再去找一找 奴才都已经找过三遍了 朕叫你去找你就找 找不着别回来见朕 是 大司徒 樊崇答应了咱们的要求 大司徒 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赤梅君已经到哪了 华英 你马上带人 把卫阳宫给围起来 不要让六轩 听到什么风声跑了 我 主动去找六轩请站 请站 带人出城 迎接樊崇 这 樊崇为人 城府甚深 他不会等咱们献出长安以后 又变卦了吧 顾不了这许多了 只要咱们手上还有兵 咱们就只有逃跑了 也只好如此了 快走快走快走 万岁 七座万岁 赤梅打进长安了吗 七座万岁 不是赤梅打过来了 是王翔王将军带兵过来了 他们要干什么 王翔王将军带兵包围了卫阳公公 你再去看一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是 别乱 快点 这边 别急 快走 快走 你们都跑什么 万岁 这是怎么回事 来啊 去告诉王翔 朕要休息了 到达的士兵都安静点 快走 跑了朕睡觉 小心他们的脑袋 是 下去吧 是 万岁 这是怎么回事 完了 什么完了 王翔 王翔不是朕找来的 朕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把卫阳公都给围了 来者不善 那你不是叫刘迅还朝了吗 你别做梦了 朕根本就没想到会还朝 朕要他还朝 是吓唬离他们的 那咱们怎么办 陈天黑 跑 跑 跑哪去 这都不要了 你是要命啊 你还是要东西 我 赤梅军已经打到华阴了 王翔带兵围了皇宫 要么就是谋权施主 要么就是把朕抓了 献给那些红眉毛的家伙 反正没有好果子吃 你快收拾东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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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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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逃过快点 我的金子 什么金子 快点 我的金子还没拿 我的金子还没拿 有了玉玺就是什么都有了 走吧 我 快走 我 王将军 大司徒有什么吩咐 回将军 大司徒已经带人出城了 他问曼翠昨晚在宫中睡得可好 好 好的很 你回去告诉大司徒 这儿什么事都没有 是 快快 快那边 你倒是快走啊 朕实在走不动了 朕朕的 你是谁的朕呢 你别忘了朕还是耕士朝的皇帝 那玉玺还在朕的手上呢 都是为了这东西 圣公啊 他们会不会为朕玉玺 把咱们抓起来啊 背不住啊 那把他扔了吧 我看 别别别 你拿不动我呢 人未踩死 鸟未失望 我这皇帝还没当够呢 圣公啊 圣公 他们要把咱们抓起来 我们俩 我们可就完了 圣公 怎么办呢 长安在哪儿呢 长安 长安 长安在那儿 我 我还想让咱们的儿子住在长安 你们这把混蛋 不得好死 圣公 快快快 到后殿去搜 快点 快点快点 这边 来来来来来 好 快来啊 以后这个位子啊 就是你的位子了 你啊 就是皇帝了 这个地方怪吓人的 我不坐 好 要你坐 你就坐 现在就去坐 去 干什么呀 盆子 乖啊 听姐姐的话 来呀 来 姐姐带你过去啊 别哭了 大小伙子别哭了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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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坐下 说你了吧 快坐呀 大司徒 刘璇呢 我找遍了宫里 就是没见到刘璇和韩秀英 玉玉呢 玉玉呢 玉玉也不见了 他们 他们一定是逃了 还不快去找啊 是 别哭了 快 快 走 小心点 万岁 来 等等我 哎呀 哎呀 疼死我 挂着我脸了 走吧 万岁 哎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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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让臣好找啊 王翔 你 你敢谋反啊你 谋反 谋谁的反 刘璇 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不是皇帝了 大胆 这是庚史朝的皇帝 来人 在 把皇帝的圣旨念给他听听 是 圣旨 是 刘圣公荒淫无道 不枉 无有天理 然 圣公早年 只身投入陆林 灭亡兴汉 功不可没 朕颁令天下 现期来降 封为长沙王 若过二十日 虽降勿寿 亲此 够宽容的了吧 怎么样 刘璇 我劝你啊 还是降了吧 现在四面全是赤霉兵 你就是插上翅膀 也逃不出去 谁知道他们说话算不算数啊 再说了 我是皇帝 总不能第三下四的去称臣吧 那样的话都没脸面 想招辱 不想招死 万岁 万岁啊 你别叫万岁了 我就当长沙王吧 既然 你都降了 赶快把玉玺交出来吧 拿来吧 皇上 刘胜公抓回来了 谁是刘胜公 就是废来的皇上 前些日子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他来干什么 想抢我的位置吗 他敢 听我的 宣 刘胜公进店 老让我听你的 那你坐这不就省事了吗 慢 万岁有止 要你一步一扣 爬上金店 这 我 你 罪臣刘璇照见皇上 刘玄,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远不远呢? 不远 臣感激万岁不计前嫌,让我不死 还封我为长沙王,臣感激不尽 长沙王? 你配吗? 这是万岁风的,臣特来谢恩 谢恩? 看你是不甘心吧? 甘心,臣请万岁开恩,放刘玄一条活路 刘玄呢? 你知道你是怎么丢的这个宝座吗? 不错 就是他们俩让你丢了这个宝座 你恨他们吗? 恨他们 这两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今天他能出卖了你 明天他也会出卖俺 凡三老 不会的 我们不会的 住口 为了补偿你 俺替你杀了他们 怎么样? 我跟他们...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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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会有这么样的 是 我 不认为他们 更不会相信你们 奶奶 女人 你不要 不要,不要再杀了 来 满 满 满 滚 走啊 我什么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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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阳王和赵谬王的后事 都办好了吗 都办好了 就连那个假刘子虞 也埋在一起了 温叔 长安被赤米占了 什么时候 三天前 是李毅和王翔开城卖主 可到最后 也没逃脱一死 刘璇呢 和韩羞英一起 被樊冲杀死的长安成败 温叔 将士们都在等着呢 等什么 这 家不可能一日无主 国不可能一日无群吧 现在是 最好的时机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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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叔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你就不怕有人说你 你抄写什么呢 诗经 这几句连邓花都会背 亏你还是上过太学的 太学 你要是不提 我都快忘了 那段日子可真好 除了念书 就是和邓于 一起到处走走 有一天 我看到了皇帝的遗仗 走在前面的 叫执金吾 可神气了 当时我就想 释幻当为执金吾 取妻 当取英丽华 你又来双孝了 你又来双孝了 丽华 我真想带着你 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只有你和我 安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我宁愿你这么骗我 骗我一辈子 温叔 你心里是不是有事 是长安出事了 长安被赤梅占了 这么快 是李懿 把赤梅引入长安的 耿使弟刘璇 也被樊冲杀了 怎么说 咱们要离开河北了 你怎么会想到走 家 不可一日无主 国 不可一日无君 贾先生也是这么说 他说得对 这是个好机会啊 可你知道 我要是 我知道 贾先生都对我说了 你若是称帝 那就必须得封 郭胜通为皇后 这对你不公平 这对你不公平 有什么不公平 这是你答应人家的 君无戏言 好 我尽回事 我尽快 你让你费登庞 我尽快 我们要活着 哦 这对吧 真是过的 你让去 我们无迹 我们都不公平 我们就走 你不能违 时辰到 波缭告天 你不必 你不能违 你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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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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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上帝 透土神奇 王莽篡位 就发奋兴兵 破王顺与昆阳 灭王郎与河北 平定天下 海内蒙恩 上当天地之心将为远远所归 趁既既约 刘秀发兵补不到 卯金刀修德为天子 秀又顾辞 至而在 至而在 再而三 群下签约 皇天大命 不可抗拒 秀赶不敬城 秀赶不敬城 亲若皇天 骑成大命 皇帝声谈 百官朝贺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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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赤梅军数十万的人马 正如万岁所料 长安一带梁荒闹得厉害 长安一东六十里 老百姓都跑得差不多了 城里的情况呢 樊崇虽勇可也是一个粗人 他把耕士朝那些官员都轰了出来 留下一些与刘盆子占亲带过的黄亲 和赤梅军中的一些读书人 臣虽然没有进城查看 可以知其中是一塌糊涂 看来长安不用打了 是啊 臣也有此意 因为赤梅军中大多数是山东人 如今他们打到长安 也离家乡很远 樊崇又是一个集中乡土之人 他现在所有的集养 都是从山东运过来的 长安与山东之间 最重要的一座城就是洛阳 是啊 洛阳现在的首将是谁啊 是诸伟 他是咱们河南的将领 看来朕也要有点乡土观念 是啊 离开家乡也有些日子了 该回去看看了 传朕的旨 命邓宇 岑鹏 率五万人马即刻赶赴洛阳 一月之内将其拿下 切断赤梅与山东之间的关系 长安不攻自破 遵旨